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微星M1G342C 它采用了一块三星的QDO9的面板 175Hz的刷新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M1G342采用了微星家族式的彩皮设计 打开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 一个支架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2M线 一条Type-Z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个鼠标理线夹 一套螺丝 一份安装说明 一份保修卡 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测试了170颗美的CA310 测试的色温为6500K γ为2.2 色域空间为DCIP3 实测色准平均值为0.77 最大值接近4 并且在报告中详细地列出了 对应的色域容积和色域覆盖率 整体报告的详细度还不错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和面板部分则需要领上4颗螺丝 然后装上装饰板才算完成 整体的安装方式依然是微星祖传的繁琐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正面采用了三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边左侧是微星的金色logo 中央位置有一个光线传感器 传感器的两侧有一对降噪麦克风 在传感器的正下方位置有一条RGB灯带 用户可以从正面看到 同时也可以照亮桌面 这条灯带 微星做了很多别样的设计 我们在后面菜单部分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底座为微型 采用了黑金的拼色塑料包裹 中间还做了拱形的设计 机身背面主体为黑色的工程塑料 顶部有一排散热孔 在中间支架连接处还有两个散热孔 通过后面的拆机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机器是内置涡轮散热风扇的 背面右侧是微星的金色龙盾logo 左下角有一个GI套件的快捷键 一个五项摇杆按键和一个开机按键 支架顶部有一个金字塔的玛雅纹路 以及M1G字样 在支架背面拼接了带有玛雅纹路的金色棱角设计 支架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升降和抚养的调节 不支持水平或是垂直旋转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3.5mm的音频输入接口 另外在侧面还有一个耳机接口 一个麦克风接口 和两个USB下行接口 整体外观用料方面 微星M1G342的金字塔风格 设计感是有的 但背面的工程塑料美感是有缺失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微星的logo 底部灯带着有一个开机动效 很有仪式感 我们来看一下开机之后的 第一转感受 由于是镜面屏 它整体的观感是比较通透的 色彩艳丽 通过一切测试 色域容积达到了148% PPI为109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一般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的指向数和我们之前测试的QD OLED一样 是标志性的三角形排列 因此在近距离观看字体的时候 容易出现毛刺和彩边的现象 210菜单方面 M1G342的UI界面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采用了半透明的蓝色背景 科技感十足 同时 你还可以通过微星的GI软件进行控制 这套软件整体设计很出色 不仅可以对显示器的亮度 对比度 色温 色彩模式 KVM等功能进行调节 还支持系统级的鼠标灵敏度 待机 投屏 自定义预设和物理红件的调节 同时 它集成了灯带控制 打开对应的设置 你可以对机身底部的40颗灯珠 每一颗进行独立的操控 另外 软件中还预示了8种不同的灯效供用户选择 其中 同步模式会跟随屏幕内容进行变化 类似于我们之前测试的 菲利普产品中的流光溢彩功能 除此之外 微星还提供了一个手机APP 用于远程控制显示器 整体这套完整的交互软件 在整个行业 微星算是独一家 值得点赞 我们再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通过仪器的测试 模仁出厂为6500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 还提供了9312K的冷色 4966K的暖色 和自定义三色白平衡的选项 同时 在不同的显示模式下 它的色温也会发生变化 在实际的测试中 大部分的模式在6500K左右 防难光模式和半功模式则偏暖 分别为4886K和6242K 色域空间方面 它预示了三种缩线 分别是DCI-P3 SRGB和Adobe RGB 其中 P3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8.5% 平均视察值1.34% 最大视察值3.12% 表现尚可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9.9% 平均视察值1.6% 最大视察值4.17% 表现相对一般 红色和蓝色有一定的过保和现象 Adobe 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4.9% 平均视察值1.04% 最大视察值2.87% 表现优秀 亮度方面 在实际的测试中 SDR状态下没有AB2机制 手动最大全屏亮度为246L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M1G342的全屏亮度 在200-215L之间波动 我们以国标25公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2.69% 整体的表现 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切换到色温模式 紫色区域相对偏暖 四周的绿色区域 则会相对偏冷 全屏色温在6430K到6559K之间波动 整体色温均匀度的表现 是非常出色的 切换到全屏黑场 由于OLED的特性 屏幕处于是不发光的状态 因此它不存在漏光的现象 同时我们测试了 它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 对比度数据 如图 整体的曲线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QD OLED显示器 基本是相同的 可视角的方面 通过肉眼的观测 表现优秀 同时我们使用四角成像仪测试 生成四角雷达图 红色区域的最佳可视角度 达到了50度 在这个范围 亮度和对比度 几乎没有明显的衰减现象 黄色和绿色区域 属于是优秀的四角水平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了 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条件亮度 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因此它不属于PWM条光 但由于OLED的特性 它存在着 跟随刷新率的平散 在250L的白点亮度下 平散波动深度为7.8% 同时 我们测试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整体的曲线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QD OLED是差不多的 实测的结果 手动最低亮度为30L 此时SVM值最高为0.1 远小于1 属于是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的三色波峰非常纯净 属于是QD亮子点的发光特性 蓝光波峰在453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0.86%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的规格 连接PC 可以达到最高的3440x1440 175Hz的8bit全范围输入 调节到10bit 需要设置成422的颜色格式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RL6 4通道12G 也就是48G的满速带宽 连接PC 可以达到3440x1440 175Hz 12bit的全范围输入 但需要注意的是 显示器的HDMI接口 默认是主机模式 直接连接PC 默认是4K 16比9的游戏模式 需要在菜单中 手动切换成PC模式 才可以支持3440x1440的 175Hz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4K硬式和120Hz模式 但不支持24Hz影片和杜比世界的内容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 60Hz RGB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增率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4K 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icbook Pro 16连接 在Type-C的直连下 可以支持到3440x1440 48Hz到175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但不支持High DPI 另外 它的Type-C接口 可以支持PD2.0的协议 最高20V 3.25A 也就是65W的供电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2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22毫秒 H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Visa Display HDR 2BLK 400认证 在实际的测试中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具备像素机的控光 因此理论上 它拥有495万个分区控制 HDR模式方面 它预设了两种 分别是2BLK 400和峰值1000 在实际的测试中 两种默认的HDR模式 默认身为都为6200K左右 2BLK 400的模式下 1%到10%的亮度 会维持在430L以上 从11%的APL状态 开始逐步下滑 直到全频亮度 下降到255L 峰值1000模式 在1%到3%的APL状态下 可以达到最高的 1015L的峰值亮度 接着从4%的APL状态 开始逐步下滑 直至全频亮度 会下降到256L EOTF曲线方面 2BLK 400的模式 和标准的PQ曲线 几乎一致 这点对于遵循 ST2084标准创作的片源 和游戏内容 无疑是非常友好的 但在部分的 非ST2084的HDR资源中 可能出现过曝的情况 峰值1000模式下 它的EOTF曲线更加激进 进一步拉高了亮度曲线 使得在20%到70%的灰阶中 会更加的明亮 但这样的调教 可能会造成部分高光场景 进一步过曝 HDR实景亮度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 EOB9000加完美星球 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 非常清晰 但也有轻微的 向外扩散的现象 通过成像射度计生成尾色图 峰值1000的太阳核心亮度 可以达到804L 这比我们之前测试的 同面板三星OLED G8 高出了250L 切换到2Black400模式 太阳核心亮度 会骤降到401L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峰值1000模式 能够达到902L 这个场景下的表现 和三星OLED G8表现接近 切换到2Black400模式 同样场景 亮度仅为410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出色 岩石表面的暗部层次感 也很清晰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得益于它原生10bit的色身 色彩过度平滑 肉眼无法察觉 明显的色界断层现象 SDR游戏方面的表现 整体的画面观感亮度 非常出色 暗部细节的还原 也是属于优秀的水平 但由于它激进的UTF调校 部分的高光画面 比如地平线5 在云层的显示中 会出现一定过曝的情况 整体SDR实景亮度的表现 在峰值1000的模式下 它的画面细节出色 实景亮度的观感 优于OLEDG8 游戏响应速度方面 它搭载了一块 原生的QD OLED面板 原生支持175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175Hz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速度方面 M1G342没有预设OD档位 实际用仪器测试 平均灰阶响应达到了0.354毫秒 在部分的灰阶转化下 会出现轻微的过充现象 实际用仪器测试 平均过充为1.91% 最大过充为5.8%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QD OLED面板 基本属于是同一水平 另外 在新加入的模糊边缘时间的测试标准中 它的BET为4.485毫秒 以微弱的优势 优于三星OLEDG8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6种不同样式的准心 每个准心的大小适中 且不会遮挡视线 同时 准心的颜色会根据画面的变化 自动调节更显眼的颜色 也可以手动调节为红色或白色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常规三级调节和一个AI调节 开启之后 暗部细节提升明显 并且没有明显的发挥现象 刷新率显示方面 它支持49-175Hz的VR可变刷新率显示 但采样速度过快 在刷新率变化的状态下 容易出现看不清数字的现象 最后是它的防烧屏机制 它具备像素位移 面板保护 屏幕静态监测等功能 其中 像素位移功能 这块面板提供了额外用于画面移动的像素点 这点好评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地榜的表现 拆开背板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内部有一块硕大的屏蔽罩 并且使用了大面积的黑色绝缘胶带进行保护 拆开屏蔽罩 下方是电源板 驱动板和一个主动涡轮散热 我们先来看一下驱动板 主控芯片是联用的NT68501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微星MPG321UR是同款IC 它原生支持48G满数带宽的HDMI 2.1接口 主控芯片的周围 有4颗滑邦的内存颗粒 单颗128兆 总计512兆 Type-C接口旁 有一枚PD供电芯片 实现65W的供电 USB接口旁 有多达5颗微胜的芯片 从而实现USB接口的上下型 KVM音频输入输出的功能 音频解码部分 它使用了一颗锐域的ALC4050芯片 回到驱动板中央 有一颗新唐科技的芯片 形容为NUC1262SE 它是一颗KOTEX-M0架构的单片机 用于控制显示器底部的RGB灯效 提抗板方面 逻辑主控是三星Display自家定制的芯片 旁边还有一颗三星LP DDR4的内存颗粒 容量为512兆 另一边还有一枚三星4GB的EMMC闪存芯片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面板部分 面板的右上角有它的面板贴纸 形容为QMB340CD01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Philip8600是同款面板 在左下角还有Made in Korea的字样 这意味着它是韩国原产进口的QD OLED面板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做工和用料都是非常出色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48.8%的SHB容积 色域天梯榜排名第21名 表现出色 SDR亮度方面 实测最大亮度为246L 亮度天梯榜排名第129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具备无限的对比度 对比度天梯榜并列第一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肉眼的观测和仪器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表现非常出色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最大差值为1.64% 均匀度天梯榜排名第1名表现出色 SDR单独测的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1015L SDR峰值亮度天梯榜排名第14名 但需要注意的是 SDR全频亮度为256L SDR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 SDR天梯榜并列第一名 分区背光方面 由于OLED的自发光 理论上它拥有495万个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它的灰接速度达到了0.354毫秒 灰接响应速度天梯榜排名第7名 同时在BET的测试中 它的成绩为4.485毫秒 同样排名第7名 整体灰接响应速度和画面清晰度表现 都非常的出色 按照惯例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进口QD OLED面板 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优秀的运动清晰度 整体的竞技类游戏体验出色 2.接口配置丰富 配备了满速48G的HDMI 2.1带宽 对4K高刷游戏主机有专门的兼容 并且还配备了65W的全功能Type-C接口 可以实现KVM的功能 3.OSC菜单UI设计优秀 支持一键呼出各种调节和系统设置 用起来非常方便 4.SDR调校出色 默认的UTF曲线和标准的PQ十分贴合 在峰值1000模式下的SDR实际亮度 甚至超出了OLED G8的水平 5.亮度均匀度 色度均匀度 和可视角度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整体的画面观感也很通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缺点 1.QD OLED的通病 屏幕的抗反射能力一般 照度对比度表现一般 2.祖传的三角形指向素排列 实际的字体清晰度表现一般 不适合办公人群 3.作为旗舰产品 贝壳过于塑料 有优化的空间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微星M1G342C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的帮我们点赞 转发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